介绍 我介绍不行 我实在都没招了 要不 你给她介绍一个什么人 娜姨已经失去理智了 有何事得管介绍 这要介绍完了 谁知道她闹出什么幺蛾子了 主要这个事是这样的 其实呢 你去帮王长水 你想想 娜姨的问题不解决 王长水是不会幸福的 对不对 你还是想想吧 你那肯定有何事的人选 有倒是有一个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单身三年 丈夫呢绝对属于好丈夫 但是不知道 那一会不会喜欢 那不一定 没准他俩就有缘分呢 咱们俩呢 把他们约在一起 介绍完了咱们就走 行不行让他们俩自己聊 要不那一那我过不去啊 那散偶的行不行 行 还有个孩子 也行 那行吗 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人呀 一晚上都要说他那个 车祸的老婆怎么死的 又是血肉模糊 又是骨头断裂 吓死人了 而且还说他心里装不下别人 装不下别人他相什么心啊 这明明就是给他儿子找后妈 根本就不是找老婆 他都跟你说这些了 这个男的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老唐怎么把这个人亲上了 我回头骂骂他啊 你别生气啊 你别替他解释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你说我没这么好的朋友 他给我干这事 他是不是想让我在那个 王长水面前丢人啊 唐鹏一定是好心啊 你你别这么想 我生他气了啊 就这样 唐鹏 来 怎么了 你介绍这是什么人啊 上来就跟娜姨说 什么自己老婆怎么死的 血肉模糊 又说是给孩子找一后妈 有她这么相亲的吗 这老黄怎么又说这一段啊 这是我们都听了好几回来 跟祥林嫂似的 确实挺吓人的 我都叮嘱她别说这事 她又说了是吧 真是 娜姨是个心气高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 不是随随便便给她找一个人 就能把她打发了 你怎么把这样的人介绍来呢 那我这方面也没经验 我以为相亲就这么一套呢 你看我说了他们俩不合适 你非逼着我介绍 你现在赖到我身上来 我不是赖在你身上 那你得介绍一个差不多的吧 不能介绍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 是是是 我 我说了不行 你非说 娜姨这回不要求条件了 只要是个男的就行 那老黄是个男的 对吧 然后那介绍完了 你就说不靠谱 这不自相矛盾吗 行行行 我不踏入你们这浑水了 以后你自己给她介绍了 那也不能非黑即白啊 那怎么那么背呀 找个老公吧 就是为了过好日子 没想到多到现在这个下场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帮她呢 我已经托人打听了 打听了夏静波公司的事 不过真是破了产 离了也好 是吧 没感情了 何必跟着一块受罪呢 就是可怜这三个孩子 真是 就是孩子可怜 来来来 来呀 给你 给你带了 好 好 喂 喂 领导 我大致地已经了解过了 夏宁波的公司 所谓的破产 应该是有问题的 她好像是恶意骗贷 并且透露了巨额的税款 有关方面已经开始查了 就是说她 她破产的事可能是假的是吧 很有可能 她应该已经把大笔的资金 转回了台湾 造成了一个破产的假象 逃避责任 这件事应该已经暗地里 操作了很久 但是最近才被发现 行了 我知道了 好 谢谢啊 咱赶紧去安娜家 怎么了 这夏宁波把她给骗了 安娜 安娜 老唐 你怎么还回来 我们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开机啊 我 我手机没电了 怎么了 不是跟你说 那夏宁波破产的事查出来了 是你说的破产的事 我刚才去幼儿园了 她把两个孩子都接走了 手机也不开机 公司也没人知道她下落 你们说她到底想干什么呀她 怎么会这样啊 她是孩子的父亲 接儿子去哪儿都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我们无法处理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点信都没有 多久了 从早晨到现在 这有十来个小时了吧 你有点太紧张了 就算报失踪 也要四十八小时以后 您先回家等着吧 也许不久会有消息的 警察先生 您听我跟您说 我们家的情况我了解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现在再请您帮助我 我们办案是有规定的 您的情况不符合程序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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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察怎么做 怎么说 他们不管 他们说我们是一家人 而且时间不够立案的 说如果明天孩子在不回来 让我后天再来 怎么办呢 林军 你说夏令波会把孩子带哪儿去啊 夏令波还有其他的房产 你去找找他 对 对 对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今天好乱啊 我还怕死了怎么办 你先别哭啊 你哭现在解决会有问题 稳定点情绪 咱先回去把萌萌照顾好 好吧 再想法子 对 先看看萌萌去 回家上来 走 走 别走 别说啊 太混蛋了 她怎么能这么害我 她现实不是人 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我跟萌萌怎么办 我问怎么办 我现在 我今天想杀了她 你知道吗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不是啊 不是 咱告她 告她 一定给你讨个公道好不好 我上哪儿告她 她都跑到台湾去了 带着我的儿子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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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发泄一下 但是呢 一会儿萌萌回来 你还是得忍一下 她太小了 顺点在这儿打击的 来来来 回来了 萌萌 萌萌 回来了 妈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别哭 妈妈 妈妈别哭了 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妈妈 萌萌 她怎么办呢 你说她能找得到律师 帮她打赢官司 这事真不好说 夏宁波 老奸巨华 早把后路准备好了 下手还真快 安娜一点没察觉 现在看他们公司 清算财务的时候 怎么找点钱出来给她 好在还没离婚 有这权利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她的精神状况 你看 一下子突然发生 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钱了 就一个女儿 那两个孩子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说她以后可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你先慢慢缓着呗 当职业女性 独自打拼 不保险 当一个全职太太 向父孝子也不保险 那我们怎么办呢 保不保险的呀 不是看你做什么 关键还是看 感情基础劳不劳固 像像咱俩这样的 一点事没有 那你爸爸去世的时候 你不是要跟我说 要分手吗 那你怎么说 这哪年的事你还提 少什么快乐子 我问你啊 如果我真的生不了孩子 你会不会不要我呀 我跟你说啊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真的 而且那个 女人的生理期吧 最起码五十岁 是吧 你看你这我掐指一算的 还有十四年 这十四年 我每天是吧 跟你们都努力了 来了 都回来了吧 来了 有 回来了 回来了 萌萌快去洗手 吃饭了啊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你也不高兴啊 萌萌看出来多不好啊 我控制不了 我满脑子不去 都全都是这些事 那你 我跟你俩说啊 我要去台湾 你去台湾干吗 我找向宁波去啊我 我要儿子呀 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 对对对 这事等我等我 晚上萌萌睡了 咱们再商量吧 萌萌你打水招啊 什么呢 高兴点 高兴点啊 你别让萌萌看住 到时候说话 我们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还是要现实一点 是吧 目前还斗不过夏宁波 那她的地盘 而且她都设计好了 你这跑过去 别白跑一趟了 我就算要不回来 我也得试试吧我 我这夜之间 家 儿子我全没了 凭什么呀 我把我十几年 最美好的青春 我全献给她 她把我害成这样 我肯定得告她 她到台湾跟她打官司 我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她有多卑鄙 那这个事情 你有多大把握呢 你现在 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拿什么打官司啊 我今天白天啊 趁你们上班的时候 上网查了一些 这样的案例 有这种情况 把孩子要回来的 再说我这些年 也有些积蓄 明天我就想 到典当行 把我那些不用的 名牌手表啊什么的 都先当了 应该差不多够了 你还是得留点吧 后边还过日子 你又不是一个人 还得养孩子 你这全花光了怎么行啊 是 还有萌萌呢 不至于这么惨吧 我 想不了这么多了 实在不行 我还有别的辙 我到他们那个 什么立法机构 我到门口举牌 我静坐去 我就不信 我讨不回个公道 我知道你正在漆头上 说什么也没用 不过有一点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和唐鹏都是支持你的 这事希望你想周全一点 对对 从长计议 我想了很久了 我决定了 就是萌萌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得搁到你们家 这孩子特别乖 不会给你们添太多麻烦的 这没问题啊 是吧 没问题的 你放心 放心 我们也喜欢萌萌 到那边啊 赶快给我打个电话 报声平安 然后我跟唐鹏 准备了一点钱 给带上 干什么呀 你们能帮我带萌萌 已经是帮我大忙了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 换点美金 你当年没什么 出门在外 多带一点钱在身上 安心吗 你用不完可以拿回来的 谢谢你们俩 我回来一定还给你 我收拾 安娜 您说啊 你这回去呢 虽然决定了 我要抱着一毕胜的决心 把事搬传 但是你记着一条 一定不要冲动 保护好自己 到时候人生地不熟 人单失误了 别人一冲动 就是惹出什么祸了 还有我们那边有朋友 真有点这么紧急情况 就赶紧给我们打牌坏了 对 给照应一下 我知道 宝儿 记着要听叔叔阿姨的话 知道吗 不许哭 妈妈跟你说的 你都记在心里 当个乖孩子啊 妈 你怎么想回来啊 妈妈你办完事 很快就回来了 不许哭 不许哭 妈 妈妈 你跟姐妈妈不要我 爸爸已经不要我了 妈妈 你别害怕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是妈妈身上掉起来的肉 你知道吗 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 妈妈永远不会知道吗 不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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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妈妈 不两天妈妈就回来了啊 不许哭了妈妈 这简直就到了热带丛林了呀 这也太好看了 不古言六色的 花花绿绿 这算什么呀 这才展露了他三文之一的才华 快快 快 尝尝 这可以喝啊 对 我有展视品的 你 你少喝点先 好喝吗 这 这我喝 我这好像是叫螺丝刀 我觉得还有蓝色 这一文里面就有薄荷味 怎么样 好 这 这全喝得得喝晕了 这一看就用心条子了 何止是用心哪 人家那是 用爱的 别显摇了 别显摇了 快把人请出来了 人呐 坐稳了啊 扶住了啊 别 稳哭 organizations 也没错 拍照 请 当当 阿峰 我要好的朋友 林立人陈 堂彭 咱哥您好 sleeps 您好 였습니다 您好 你好 我就知道你们这表情 意外是吧 没有 还行 不意外 这怎么能认识她 我还得谢谢你呢 你记不记得 你给我介绍一男朋友 让我去相亲来着 他那一晚上都在说 他车祸的老婆 那是 对 阿峰在旁边调酒 我没看上他我看上他了 好好好 那我还算扮个红娘了 那个 阿峰 阿峰 你们是介意这 问问你多大年纪吗 你今天多大了 我不介意 我二十六岁 你什么意思嘛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是你同学嘛 那一笔我大我知道 但是我不介意 我们俩之间互相很坦诚 什么都知道 对吧 那 那就行 挺好 那行 崩了 歪里一套一套的 怎么劝都不听 不管她的事了 起来 这又马上后关了 起来 起来忙着呢 我随一下 随一下 走 我听说啊 这老王爷疯了 一听说纳一 找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 当时就弃背后气去了 你说这纳一啊 找了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 这不折腾吗 早晚给自己折腾死 他要是栽在老男人手里 也就算了 这要是栽在小男人手里 将来都没地儿哭去 我觉得王长水啊 对她还是挺牵挂的 要不然你劝去王长水 给纳一一个台阶下 他们俩复婚算了 复婚 这 这绝对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老王旁边现在一个 又新鲜 又年轻 又漂亮 是不是 好 那边纳一呢 成天的撒脱打滚 谁见着都头疼 老王啊被纳一折腾有半辈子了 就算还剩那么一丁点感情 也基本给折腾没了 纳一这样的女人 真的没男人敢要 这纳一找阿峰呢 我能理解啊 阿峰年轻 帅 活力四射 阿峰找纳一呢 找一个大自己十岁的女人 她图什么呢 你是男人 你跟我说说看 我跟你讲 这个 你干吗去啊 把门都关上 我跟你说啊 这个男人啊 他都是视觉动 抛开纳一摄下那些毛病不少 你就单看他 纳一还是挺有魅力的 真的 她有时候那怕一甩头发 那头发都带着诱惑 所以有男人被她吸引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 我说你也太夸张了吧 纳一长得是不错 那也就气氛姿色 她不是什么大美女 这个跟美不美啊 没有本质的关系 比如说你啊 举个例子 你就长得比纳一美 但是你生活中 你走路 你比如说你走路 你走路啊 你是属于那种直来直去 带着风就过去了 但是纳一不一样 纳一走路 她 你有蛊子 她这摇摇摆摆 然后摇摇摆 就特别有信力 你比如说阿峰 阿峰碰上纳一这种啊 这有经验 情感丰富 有挫折感这种女人 她这肯定迷恋的不行啊 就跟老王那个是一个道理 老王看惯了你们这中年女人 那种复杂的心理 忽然碰着一年轻的漂亮的 她一下子找着平衡感了 特别的满足 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男人喜欢妖精型的 不喜欢作风正派的女人 某种意义上讲 是 那我们这种一不会瞟 二不会扭 三也不会招摇过世的女人 就没有女人味了是吧 什么乱七八糟 我告诉你 我们受的是高等教育 做的是知识女性 我们追求的是举止优雅 作风正派 我看你表面上是正人君子 其实你也喜欢风骚型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喜欢你 你是另外一种风骚 你就属于那种冷艳系 来 进来 萌萌萌萌萌 夏叔叔 自己写完了 我看看 这字写真好看啊 你看 你阿姨看一下 那字写的 不错 多工程 对对对 这就先讲给你十分 萌萌进来 要回来了 妈 您怎么来了 妈 我听唐鹏跟我说了安娜的事 我这不放心呢 你们俩工作都这么忙 哪儿有时间呢 妈过来帮你看看小孩 叫人了吗 奶奶好 真乖 这小美女 这水灵界的啊 比你妈年轻时候还漂亮呢 买了这么多好玩具 奶奶都给你放过去好吗 好 谢谢奶奶 好 给我 给我 你们玩吧 这车我们这儿玩玩了 你们收好了 来来来 把车拆了 你这玩得这样啊 你老人手弄啊 你老人手弄不算啊 我撞你 妈 我真没想到 唐鹏那么会哄小朋友玩 这才叫家呢嘛 过日子过日子 过得就是人气啊 你说谁家像你们两个人 白天工作晚上加班 回来以后 一人报一个电脑 谁也不理谁 你说掉一根针 都能听见 多渗疼啊 妈为什么没过来 跟你们一块过来 我就觉得太冷清了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 你看这多好 这才叫天文之乐的 是不是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车就算多了 你看 玩得这样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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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转 真的呀 好了 开始啊 这个转子 啊 不少 你跑不了了 转 啊 我转你 啊 我转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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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这么一辈子 都没完没了 关键是老王 他不够狠心 换了我 您爱找谁找谁 我看都不看一眼 他不就死心了吗 这那一又看准了 老王是一转世子 就往死里捏的 那也未必是这样 我看纳一对这个阿峰啊 挺有好感的 还给阿峰买很贵的礼物 他不会是又认真的吧 他哪次不认真 我希望他不要认真 那 那你不用担心 纳一呢 基本上就五分钟热度 一会儿就过去了 今儿我在大同那儿 你猜我碰上谁了 谁啊 小梅 他 他不是回家了吗 压根儿没走 在大同那儿打工呢 他怎么在大同那儿打工啊 那我哪儿知道 他孩子打掉了吗 这我也不能问他呀 但是说话置之物挺紧张的 就小梅这丫头啊 心势之重 容易钻进咬尖 我都担心她出事了 我劝了半天 怎么劝她都不听 这一个个都是怎么了 阿娜和纳一也这样 都是一根筋 那一根筋的 可不止他们几个 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 你别着急 是吧 尽量多劝劝他们的 你真不忍心看他们受伤 那你 好 妈妈 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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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妈妈 怎么了 无精打采啊 老师批评你了 没有 都是特别困想睡觉 呦 是不是晚上没睡好觉 想妈妈了吧 回事 那昨晚上作业起太晚了吧 赶紧回家吧 你没有经验 这孩子出水痘了 他难受是发烧烧的 你磨着脑袋 最少有三十八九度 这够烫的 这 这挺严重啊这个 没什么大不了的 每个人小时候 都可能得一次 这就跟得麻疹一样 得完了以后啊 就终身免疫了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要不然你们先 带他到医院去 成 最起码把他体温降下来 我上中药店 给他买点那鲜炉根 回来给他一煮水呢 解表的 发出来就好了 但是你千万不能 给他招风啊 知道 你去上儿童医院呗 对对对 药开好了 还烧吗 小点声 睡着了 那什么 你啊 先回去吧 这两瓶水 还得滴四个小时呢 我跟这儿盯着就行 没事 才八点钟 我再陪你一会儿啊 那是好 我跟你说啊 过几天是萌萌的生日 我想在家里 给他考个派对 把大家伙都叫来 你说好不好 派对好啊 但是不能带家属啊 倒是要有人打起来了 谁啊 你把这关这敬业 你吵着他 好 你看 你看 天哪 这 这纳一真能胡整啊 太能闹了 真是 冰雪聪明的纳一 现在是一脑子的酱火 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都拿出来了 那小男孩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明摆的 那家伙有所图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真是个骗子 那怎么着得哄你高兴呢 哄你团团转 他们俩都是可真打呀 打得屋里乱七八糟 什么都摔 看得我都受不了了 这小男孩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一个女人 供你吃供你穿 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 还比你大十岁 至少给个尊重吧 太过分 一个愿的 一个愿来 我把这摘了 忘了 明儿我就带这个了 感情的事就是这样 说都说不清楚 我跟你说 心理学上有一说法 就说这人如果情感上 老受挫嘛 他就会习惯性地受虐 觉得很正常 纳一也就这样 明儿蒙蒙生日 拿一个老公都来 千万为提这事 弄得大家不愉快 我能说这事吗 不过安娜今天打电话来了 她可不好 在电话那边直哭 那个夏宁波啊 真是做得够绝的 不让看孩子 还叫警察来把她轰走 不出所料吧 赶紧叫她回来 那边人生地不熟呢 别一激动 再惹出什么事 我跟她说了 她说再坚持两天 也成 喂 喂 喂 领导啊 那我是苏珊 您方便说话吗 方便 说吧 哦 那个是这样 明天要跟您的同学见面 我是单纯地联络一下感情呢 还是可以聊一下工作的事 还有那个我项目的资料 要不要带去啊 带着吧 到时候谈的时候呢 见机行事 谈得顺就套出材料来 但是我给你暗示 好吧 好 我知道了 还有我想顺便准备一些东西 对 因为毕竟是求人家嘛 所以我想还是准备一些礼物比较好 但是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比较合适 您看呢 我跟她也好些年没见面了 不太清楚啊 她有个女儿 要不然给她女儿买礼物 怎么样 那倒没问题 正好我这也给我闺女准备礼物呢 您什么时候冒出个闺女啊 您不是没孩子吗 没有 朋友的孩子 干闺女 行 那礼物事你甭管 明天我顺顺顺买了 好吧 好嘞 那麻烦您了 谢谢领导 行 那再见啊 谁啊 公司同事啊 说明天跟客户谈事 要不要带着什么礼物空手 是不好问我一下 你明天别喝酒啊 让孩子闻到酒味多不好 放心吧 这对萌萌我比她亲爹还好 看出来了 我带你聊天要 怕 冰相识 哪 enabling 他的带 лет 你安静 你俩 到海外